總統蔡英文跟市長安維天 一季內進步中市高雄町人 在港牛町頭簽名 就看為這台南都會出國外 看到了第三季港町 賞牛肉下到立宿的建政 為了申請南科進入米的市区 跟美港上發辦的通勤的車流問題 幾乎這季新出的內進步 人建市幾月建立在國外看到了 他總港町費十八月過一千萬 五月美女才過的婚禮黨來完工 第一到八月份了 已經完整跨越高速公路了這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們在緊接到最後下台江大道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都已經順利前接了 所以這一個部分目前的總進度 還超前4.33 那所以這一個案子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十月 應該都可以順利完工 這一個部分沒有問題 已經建市的標示說 這個港町分作為四季 第三季是最有挑戰性 因為說港牛要來懷垮第三季 時間單位已經是提前來完成 如果他們工程進度是超前的 因為畢竟明年中就能夠完工 那能夠啟用 早一天啟用 早一天通車 早一天舒緩交通問題 這也是我們心裡面所非常期待 李總統出演沒有人想 我出席的獎人李是來講 工程用者完成 有做到的發展如來如何的 南庫的交通所在 北外行道路可以配合線路 可以走到1號、3號 以及台86和61號 改善公司效的路網 讓台南的交通更加完善 發生一小時生活圈 南庫的北外觀光店 三期美女才會分來完工 第二期五期美女才會分來完工 第二期五期美女才會分來完工 一百十三年可以完工 前傳來是完工廟 對南庫可以連通到安平地區 李總統交通的三橫三眾 的任督二賣將來打通 交通將會緊加便利 旁邊新聞單一聲音空彩 我們不得